行動之中我們拘捕了一個被法庭通緝的18歲姓曾的男子 和一個涉嫌協助她的62歲姓屈的女子 這件案件本身是發生在2019年9月22日 在旺角警署對開 當時有一幫暴徒進行破壞暴動和縱火的行為 經過我們的調查和拿到法律意見之後 我們最後拘捕了和控告了一男一女暴動和縱火罪 同案的當時事發第16歲姓曾的男子 在2020年4月27日 即是去年的4月27日 沒有出席法庭的聆訊 從而被法庭通緝直至到現在 我們警方經過一年的調查和情報分析 最後鎖定了這個在逃人士 是獨自躲在秀茂平安達村的一個公屋的單位 這個公屋的單位的登記護主就是一個62歲的姓屈的女子 我們探員在昨晚5月10日的晚上 在安達村的目標單位裏面 拘捕了這個18歲姓曾的男子 我們在這個單位裏面 找到一些他自己的個人物品 例如所謂電腦等等 亦都是找到一張電子錢包的預付卡 和一部衛星電話 同一時間我們另外一對探員 在則如衝一個私人的住宅單位裏面 拘捕了那個62歲的姓屈的女子 罪名是協助罪犯罪 我們初步調查顯示 這個姓屈的女子 是受到一個幕後的主腦指示 提供自己的公屋的單位 給這個被通緝的男子使用 並且提供一切生活所需給他 我們警方現在這刻是掌握到 這個幕後主腦的身份 經過我們的調查 我們相信這個幕後主腦和他的家人 已經在去年的12月離開了香港 去了外地 我們警方會繼續從不同的角度 作出調查 希望能夠掌握到更加多疑犯的法律證據